接著用這個芡生菜粥,生菜有道 年年有餘 撐住啊! 摘魚生菜粥,來做 喂喂,丹叔,快點回來,鴨還沒死 快點 過完年,口都掛光了,肯定吃雞 吃這個芡生菜摘魚粥 芡生菜粥,那件夾你怎麼做 我們洗掉它的鹽就可以了 盡量炸透 搞甚麼 為甚麼你把它切開 把它切開 吃這個芡生菜粥 我要力道,我會叫粉絲看看 可以更加小乖 今天吃的芡生菜粥 因為是最大的鴨 你們快點好了 不用怕了,吃完芡生菜粥 就馬上燒光了 馬上燒光了嗎? 是 好,首先我們防血 你打算做甚麼方法? 做家庭版,沒有鮭魚 好,不用做這麼多,哥哥吃 現在我們醃了 我們家人用鹽油,用屁蛋 蘭叔叫我的 這樣其實是增加鹼性更加好 會化好一點米 柔軟一點 好,把蛋放進去 然後還有一點鹽的花生油 炸透 一定要全部炸爛蛋在裡面 魚肉湯,我開肚子 蘭叔哥,我們可以一魚兩隻嗎 可以 肉,用針竹 好 把魚肉 好,在那邊搞定了 炸到的屁蛋,全部攪拌在米裡就可以了 灑點水分 夠夠嗎? 夠了 好,還有鹽在這裡 不然你釣魚,你應該沒得吃 吃魚尾也沒得掉 這麼快就走? 你要修理事 要把魚肉切斷了 我們在中間的肉 切過之後米切斷 這樣整天沒有骨 對,骨斷了,切斷了 切斷了 我們切好 跟著切開 兩、三公分,一條 這是家庭飯最簡單的做法 好,切片切好了 我切了一些杏生菜 切開,我拿一碗的油 好,把米切放進去 我們用這個鍋子也很快 把水分,然後蓋上去 讓它滾起,轉中小火就行了 就是兩勺斤,然後再把油 小時候有沒有做過鹽生菜呢? 阿叔 沒有,沒有地中 就是分地煎呢? 可能是吧 好,滾起就轉小火 先撇一撇一下 你走了 快點走 快點走 你隔進去炒室,坐定定 我喝一口炸 你們記住 在隔著腳叫你們 好了,現在鹽了其他味 來,一定要好吃 魚肉我們就鹽 一點點 然後呢,炸到起叫 一家人 就是這樣,簡簡單單 經常好吃,出去吃山珍海味 就是一朵 然後再製小血的生飯 不要多 炸完之後呢 我們就加少許發生油 用發生油風放著腳 這樣會很滅漏的了 最後就是少許卷 魚骨也是一樣 先用少許鹽辣的底味 然後呢,再製糖 麵糞醬 不用製太多 然後還有醬油 不用製太多醬油 就製成了味道 多一點點 將它們拌勻才製成生粉 這個之前都叫過大家 只不過現在再複雜 拌勻後呢 最後再製成生粉 這樣醬汁才能包得住 在魚肉裏面 蒸出來又乾身一點 少許發生後 封住它便可以製成了 這樣就是一魚兩味 大絲大脂肯定吃完 這樣又清淡又不失之味 好了 因為我們這個 是用我們的屁蛋去炸爛 很快開大約20分鐘 特別是做加碼的這個發龍波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20分鐘的米已經全開了 我們還會煮幾分鐘 所以其實全程都是30分鐘 我們已經有足吃了 這樣做出來的湯底 大家可以看到麵很滑 和麵很滑 和麵很白 又快開了 這一個方法 其實很多煮粥的人都知道 但她沒有跟我說 現在隔幾十天公開了 煮粥的一個秘笈給大家 因為以前都是這樣煮的 然後她叫我這樣煮 我煮過之後真的很好 所以今天就分享給大家了 好 裡面就大火煮 我們蒸魚骨 好 滷和 魚骨不用蒸很久 六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猛火 吃不吃 有得吃 拉松不吃 咖喱咖喱 剩下六分鐘 我們就把杞生菜放進去 你們知道杞生菜怎麼來的嗎 就是因為 整個菜太多了 處理不了 所以人們就想要用鹽 醃了杞生菜 誰知道杞生菜又很在乎 人們就覺得杞生菜很好吃 至於又有一定的好處 還可以不用浪費食物 這個就是上一輩人的智慧了 製完之後呢 我們就攪一攪一攪一攪 這邊都可以了 剩下十兩秒 製完蔥 蓋上去 還有三秒 好 行了 這邊都可以了 這些杞生菜還不夠日 浪費得不夠乾 大肌肉叫你自己浪費 就是買些魚片進去 你這樣偷偷就行了 好 關火 就這樣就熟了 大叔 吃得了 來了… 大叔 足夠餘了 快點吃魚 吃魚 看你適合不適 可以嗎 真的 應該過年大事大事 都要先吃碗 好了 我也順得胃 你們是不是 很棒 很親切 這個做得很棒 這就用這個杞生菜做 祝大家 生菜有道 年年有餘 耶 耶 耶 那個他 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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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